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换个方式来进行这个过程 在这个范例里面 可以看到Platform A资料夹里面的档案 这两个档案的格式完全相同 如何使用Power Query合并档案 合并档案的过程 我希望可以做到 合并相同栏位名称的档案 不操作任何指令 可以替换档案 简单的说 就是把相同栏位的档案放到资料夹里 它会合并为一个大表 选取资料 取得资料 从档案从资料夹 选取存放档案的位置 这时候出现的对话框就会出现资料夹里面的档案资讯 按下下方的合并 选取合并与转换资料 选取黄色的参数位置 按下确定 稍等一下 就会看到读入的结果 稍微解说一下画面 中间这块就是资料夹里面的Excel档案结构 可以看到档案名称 工作表名称 这个绿色的就是内容了 按储存格旁边空白处 就会在下方显示工作表内容 很明显的 这些Statement是不需要的 用筛选将它去除 这个小按钮 就是把这个储存格的内容拆分 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栏 由于它没有设定为表格 所以出现的都是栏位1栏位2 按下确认后就会展开所有资料 这时候会看到原有的标头放在第一列 按下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头 这时候就会看到标头上就是我们要的 可是却发现原有的标头不见 目前这些标头都是依据某一个特定档案而产生的 看一下右边的套用步骤 往上点选 可以看到先前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它帮你记录下来 不管是使用中文版或者英文版 甚至是其他不同版本的Excel 你都不用担心那些名称 因为它都只是一个变数名称 如果有步骤是错误的 就按下打插将它删除 我们点选回到套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头的步骤之前 如果我们要可以套用任意档案 就必须在它改变名称之前先将它删除 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资料表的内容 重新按下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头 这时候你会发现出现一个红色的提示 就是表示这个步骤上产生错误 将资料往下卷动 检查一下到底错误在哪里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各个资料表的标题所在 同样的用筛选将它去除 这时会发现错误的提示已经消失 检查一下每个月的资料是否齐全 可以点悬载入更多 确认资料读入之后 按下关闭并载入 Power Query 就会关闭视窗并把资料载入Excel 这样就会整了两个档案总共半年的资料 你以为就这样吗 双击右侧栏的查询 它就会进入Power Query 的编辑状态 我们可以在左边的位置将 Platform A 按右键选择复制 它就会复制一份相同的查询 我们将这个查询修改以下名称叫做 Group SRC 再复制一份查询改名叫做 Pivot 按下上方的群组依据 这时候就会跳出一个对话框 上方选择ISRC 下面的作业选择加总 栏位选择数量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栏位作为群组的栏位 如果你想要调整群组的状况 可以按下步骤右边的小齿轮重新选择 进到枢纽这个查询 我希望将月份作为栏位进行枢纽 先选择月份这个栏位 再按下枢纽资料行 这时候对话框要求你输入值资料行 选择数量 按下确认确定后 它就会将所有的资料展开 有些资料似乎是多余的 我们回到上一部将专辑与歌编去除 再重新做枢纽资料行 确定就是我们要的资料之后 按下关闭并再入 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资料格式 接着我们将第三季 第四季资料移动到资料夹里面 并且在资料按下全部更新 它就会将资料夹里面所有的档案全部读入 并且按照我们所设定的格式列出来 如果我们把第一、二季的资料档拿出来呢 按下全部更新 可见目前所做的汇诊 不会因为哪个档案而有所影响 就只显示了第三、四季的资料 接着我们将试着将平台币的资料 也纳入这个Excel档案里面 将平台A的查询先做好根名 按下新来源 资料夹 请不吝点资料夹 到这里就可以看到平台币的资料已经读进来 下面就按照之前的步骤重新再做一次 这里要注意一下 Period和SongID虽然是数字 可是它却是编号 不需要转换为数字 按下关闭并载入 平台币的内容就载入到Exce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